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12月28日 今天是星期三 我們繼續跟大家說說香港的事實 上一節我們跟大家說了這個就是 中共最喜歡製造的矛盾對立面 矛盾對立面是很容易出現的 只要 有幾個特定的條件出現就會發生的 首先 第一 你覺得自己不幸 你覺得自己不幸 就已經很容易會出現這件事 但是要問自己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到底有多少人 可以說自己是100%很幸運的呢 每一個人 都會有不同程度的困難 你覺得人家有錢一點 你覺得人家家有兩間屋 你覺得人家讀國際學校 你覺得人家 可以住私家醫院 別人住私家醫院 都已經有困難了 要不是要進醫院了 如果你不嘗試將自己的角度轉換一下 變成其他人的角度 只是覺得其他人一定給你幸福 你永遠 都不會有一個結果 其實 永遠總有人 似乎情況比你好 所以如果我要隨隨便舉例 你要說移民了之後 痛苦的地方 也有很多 這裡最簡單 冬天也比較冷 想找一個同路人 在附近 聚一下也不是那麼容易 因為地方太大了 如果你移民了之後 覺得很痛苦 然後你要 將自己的 滿足感 以及那個實在感 要建基於在別人的痛苦上 那麼你自己跟人渣有甚麼分別呢 不過這裡也要說清楚 實際上 你說如果那些藍絲出事 何君堯出事 我們還是會燒炮獎 這個不是因為 要建基於別人的痛楚 從而獲得我們自己的滿足感 而是因為 大家 是敵我分明 搞清楚 敵我分明 還是你要自己去獲得滿足感 這個只有你自己才知道 所以正常來說 對於 關心香港的人 我關心香港的 我看到香港出事 我不是覺得開心的 藍絲出事 政府支持北京的人出事 這個是敵我分明的問題 我當然會高興 但是看到正常市民被你壓迫 要被連累 被連累 有大量的 可能內地人要預備下來打針 又或者佔據了 公營醫療系統 導致很多無辜的人要受害 這件事是令人痛心的 而最痛心的 是這件事 你明知道是悲劇 會發生 然後你沒有辦法去制止 你制止不了 不是預測的問題 不是主觀願望的問題 根本這件事是一定會發生的 因為中國大陸 跟港共政府 盧寵茂這個人渣 絕對不是在搞防疫 而是透過 防疫和健康之名 在這裏進行 管制之實 這件事 一而再 再而三 去用行動證明給你們看 我們說的是正確 他們在做的是壞事 說的是謊 其實不願意接受這個事實的 就是一群藍絲 所以那群藍絲就任何事情都痛恨了 是不是 每樣東西都不滿意 每樣東西 都覺得很痛苦 各位 不能夠對這些人妥協 對這些人妥協 就等於 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認輸 這一節我們要說的是 香港的醫療系統 是宣告淪陷 現在是可以預計的 首先 就是聖誕節 長假期 本身就來到冬天 你可以預計 接下來一旦就是通關 這個情況將會 更加更加嚴重 我們繼續講下去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升旗易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繼續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同一時間 希望大家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請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加手動點擊 無限屋大法 無限循環播放大法 希望大家繼續幫忙支持 香港最近天氣持續寒冷 武漢肺炎 流感病毒 一起夾擊 這個很奇怪地 叫做文匯報的報導 文匯報 忍不住要假裝站在市民的立場 早前我也跟大家揭露過 這個 香港的藍媒 跟這個內地 是有所分別的 內地的媒體 叫做官方媒體 官方媒體 從來從來都不會關心 人民的 但是 香港這個地方原本是一個半開放的社會 所以 其實那些藍媒本身 都有自己特定的受眾 尤其是 香港的藍媒主要來說 就是遍及這個 香港的基層市民 他們 扮成為這個基層市民請命 實際上他們往往 就是站在港共的那一邊 港共做壞事的時候 他們半點也沒有批評 但是又出來跟你說 市民很慘 文匯報 就是在做這件事 出來 大大聲在說 現在 公立醫院急症室 是逼爆了 而且問題惡化 有一半的公立醫院急症室 輪候時間 超過 8小時 甚至乎再有 極端一點的例子 他說 走到這個急症室那裏採訪 說這個急症室走廊擺滿著輪椅 擺滿著病床 一部分的病人 由天黑 等到天亮 那麼 醫護人員 疲於奔命 在照顧病人 但是人龍就越排越長 也都 有長者可能跌倒 跌到頭破血流 醫生 將他分流 分流做緊急 緊急 還要等了九個小時 還未可以有人去治療 他 換句話說 再一次 強調回 我說的論點 我的論點其實很簡單 是正常的道理 一個地方的醫療系統 醫療系統包括公營和私營 因為就算是私人的醫療系統 一定 都是以 提供當地的服務 為大前提 尤其是 即使是私營的 醫院服務 醫療服務 本身也是有公共的成分 所以 全世界任何一個地方 的醫療系統 沒有理由是為了服務其他地方而設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道理 所以 一個很大的問題 很簡單 而且是一個答案 根本沒有理由香港 是要無限量 接收來自另一個地方 的居民 這是一個很簡單 很簡單的道理 不是因為 有黃絲不打針 就要代表 香港要無限制 開放給另一個地方 讓無限制的人進來 佔領所有的公共的醫療系統 醫療系統 包括私人的 私家醫院都是 在這個 討論範圍裏 因為醫療本身有公共成分 最簡單的例子 海洋公園 當作是私人機構 但是你說如果有100萬人擁去海洋公園 你說有沒有公共成分 當然有 因為你的公共代價就是附近全部大劑塞 這個絕對 是跟公共有關的 不是說那個是私人醫院 我可以招呼 1000萬個內地遊客 沒有這件事的 如果不是 為甚麼需要公共政策 政府本來就是要處理公共政策 要權衡 公眾 以及其他人之間的權責問題 港共政府不用說 中共不用說 他怎麼會去 權衡呢 背後只是有自己的陰謀 詭計而已 所以其實很簡單 香港就算有多了疫苗 最簡單的做法就是你把那些疫苗捐回到中國大陸 而不是 說我多了疫苗 我現在 我控制了香港 我要把香港 無限制打開 喜歡做甚麼就做甚麼 這個邏輯是完全說不通的 為甚麼 香港有人不願意打疫苗 我認為打疫苗是一個自由的選擇權 為甚麼有人不打疫苗 就代表 香港要無限制打開關口 讓無限制的人衝進來 可以打疫苗呢 這個邏輯是完全不成立的 所以其實這個邏輯很簡單 我已經舉例說過 你家裏有吃剩的飯 有些人會覺得 放在冰箱 我第二天再吃過 有些人會放在垃圾桶 你有多了的飯 你放在垃圾桶 是不是代表你家門口 可以打開門 讓任何無限量的人走進你家裏 佔領你的廚房或飯廳 吃飯呢 其實這個 不只是今天說 這個一直以來就是中港矛盾的問題來的 當然有些人 就會覺得中港矛盾是因為我不喜歡國內人 這是另一個問題 我們不是要討論 這種想法 因為這種想法 我已經說了很多次 你的 喜好 和厭惡 其實不是道理來的 是不能辯論 因為就算我辯論贏了 你也可以說我不喜歡就不喜歡 我們辯論的 是道理的問題 辯論的也不是你 瘦不瘦 聽不聽我們說 而是給第三者聽 聽完兩邊的論據 覺得哪邊的理據較強 他就會選擇那個意見 就是這麼簡單 如果你不是用這樣的標準 其實你也 不用指望可以獲得西方世界對你任何支持 因為 你根本不是說道理 說回急症室情況 急症室已經 是到了這樣的狀態 我們可以預計 1月8日之後 無限制地有大量的人湧來香港 會發生甚麼事呢 基本上可以斷定 就是一定是會武漢肺炎大爆發 哪怕那個是Omicron也好 更何況 他來的 不只是Omicron 有甚麼事你也不知道 他不會告訴你 二 你的港共政府也不會告訴你 那麼這個不是災難 是什麼呢 最可怕的就是這些藍匯 他自己也一定是支持大陸的政策 不用說的啦 他也不是說套利的 是不是 盧寵茂又去了哪裡 你經常說共赴王全 現在又共赴王全 現在又是躺平式 防疫 又有大量香港老人家可能會死亡 盧寵茂你又去了哪裡 你還不去 關口那裏擋住 好像 戰狼三伯那樣 以一敵伯嘛 像張飛鴻破長板橋 你去守著羅湖橋 把他抓碎嘛 連自己一起爆炸 這場災難 香港 一定會有很沉重的代價 現在已經可以看到一定會發生的 不過這裏也都 嘗試去預測一下後續的發展 我認為 香港 會大爆發的機會 相當高 但是中共的播毒計劃 是不是可以那麼順利呢 這個就是有 另一個可能性 因為 香港 第一 香港的防疫 做得也相當不錯 第二 香港 香港 亦都有 為數不少的人就打了疫苗 跟中國內地的情況不相同 好了 實際上 其實上一節我已經想說 根本 你說我在 外國 很開心 看到香港這樣 其實根本是一個廢話 實際上 如果香港大爆發 根本很快 就會抗及全世界了 過去就是這樣的情況 第一次武漢肺炎大爆發的時候 大家都很驚慌 但是 接著這個COVID-19 就是在全世界 歐美大爆發 換句話說 如果現在 香港和大陸通關 實際上你會蔓延全世界 是時間的問題 根本就不存在 我現在移民很開心 看著你們 我就在這裏喝咖啡 根本這件事就不存在 我們還記得很清楚 在2020年的英國 其實這裏 真的可以用地獄來形容 這裏還有封城 還有lockdown 也是 周圍是沒有人的 因為個個都很懼怕 而且因為封城 所以大家都很守規矩 也沒有出去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暫時討論到這裏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 在黑池 有三個酒店 為 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 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的黑池酒店 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起 也有些比較大的家庭房 今天我們是收一個月的按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 實際上 住滿一個月就可以拿回按金 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裏住也覺得挺方便 我們 已經在這年多裏面接待了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有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有Discount 有Discount